紧接着要透过台式新闻的镜头 带您走一趟西门町 说到了台北的西门町 一般人可能想到这是年轻人的地方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还有很多老荣民也坐在路边打发时间 现在有些来台的大陆女子 就专门在西门町挑单身寂寞的老荣民 打着幸福物的幌子骗吃骗喝 有荣民越陷越深 大半身的积蓄都被骗光了 台里西门町大陆女子的捞钱天堂 孤单寂寞的老荣民是他们的头号目标 许多单身老荣民常在西门町闲逛 排遣寂寞时光 大陆女子以便宜的价格 吸引老荣民进行性交易 展开将往之后等时机成熟 就拐走荣民老本逃之夭夭 罗伯伯因此被骗了七八十万 生活陷入困境 怎么知道他是大陆来的 他讲大陆来的 我也不知道 费你多少钱 费大概十八十万 他还有跟你联络吗 没有 找不到 在另外一个角落 顶着大雨贴 陈伯伯还得回收指向赚钱 正因为经济困难 大陆女子成为老荣民找老伴的 第一选择 这里结婚结了去嘛 还有王子了 还有过生活了 对不对 根本结不去了嘛 繁华的西门町 随处可以见到清寒的老荣民 在街角讨生活 台湾苗是台湾好 台湾是咱们的大宝岛 老荣民需要关心 需要陪伴 大陆女子利用人性弱点 让老荣民面对更加凄凉的晚年 台湿新闻 陈利国李金龙台北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